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挑战者贺锦丽在10月7日开始辩论时 彼此隔着一定的距离打招呼 这直观地提醒人们 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主要议题 贺锦丽在由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苏珊·佩奇主持的辩论开场讲话中说道 美国人民目睹了我们国家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政府最大的失败 这是最大的失败的任何总统政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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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